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個階段的教學 要跟我們的生活學員股達人 阿格莉來討論一下 阿格莉 每次行情在跌的時候 這個純股族好像覺得 是不是越跌越要純 對 就是機會 稍微聊一下 因為最近大家看一下 叫我第一名 今年狂吸2.4萬新股民 好多 2.4萬 是誰 開發金 股東人數大增 而且金融股的股東人數增加很多 在升息循環過程當中 大家想說金融股有利 受惠 利差變大 行情又下來 我是不是開始做一些純股 你覺得 我覺得確實 在你回答之前 我們先跟大家講 阿格莉 不只是純股達人 聽說最近變成純房達人 沒有 我們是 最近在買房子 我們是換房好不好 但是越換越大 就跟純股一樣積少成多 你跟老婆的影片我有看 他們好像要買一張60萬的桌子 不要亂講 那是標題殺人而已 自己承認是不是 有去看 但是沒有買 我影片也沒有講沒有買 好 那我們回到純股這一塊 你看到這個 這麼多金融類股 新增的股東人數這麼多 其實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今年 其實我在一開始 也有跟我的粉絲分享過 我說今年是價值面 大於踢財面一年 因為你這個 比方說美國生年期供債 提高 殖利率超過2% 大家願意冒險去買科技股 這個意願上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的純股族非常開心 以外 今天也要特別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不只是講純股 你就算沒有純股 你想說 阿格莉 你這個萬七萬八 還在講純股 你可以把這個純股 當成一個鼓勵 帶來股價的一個催化作用 或者是防禦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標題定調 鼓勵 不只純股族要看 2022年的波段操作族更要看 我們舉兩檔為例 這個大家一定沒有想到說 怎麼長成這樣 大家可以 如果我們把名字遮起來 你可能會回答我 這是什麼元宇宙概念股 小標股對不對 對 你看到這檔是遠傳 這檔是中華電 中華電漲這麼多 對 這是近半年來的走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漲幅都超過10%以上 同期大盤不是劇烈的一個震盪 而且是往下的 我們看 其實外資買了很多 我覺得這也可以理解 因為他錢如果留著 他不知道買什麼 他可能就先轉進電信股 畢竟他錢不能試現金 政府規定他要買股 可是我們觀察到 你看最近連投信 投信是中華環標股的 中小型股的 他們也瘋狂買了電信股 對 也瘋狂買電信股 你看遠傳連買好幾十天 中華電信也是 而且這個趨勢大概維持了半年 觀眾朋友 大盤是今年1月5號 18619建高點 大概在這個位置 七張點 對 大盤這邊建高 結果電信股開始起飆 對 所以這就是今天 要跟波段操作組說的 你今年你不能看題材 你要看股力 來作為你選股的方式 一來 比方說像遠傳 他殖利率其實也沒有到5% 4.多%而已 可是他連續20年 配發股力不斷 中華電信是連續21年 你看他殖利率其實 現在也沒有很高 以去年的股力來估算 現在大概3.7而已 可是為什麼股價能漲這樣 你就知道大家在避險情緒上 確實股力是一個操作波段者 你今年也要特別留意的指標 對 高盛之前有一個 VIP的這個避險基金 他們以前都買高成長股 最近都轉到這個低基期的 或是高子率的股 連避險基金都在做這樣的操作 對 沒錯 所以今天的教學 就是教大家來看 這個股力 以及這個可以存股的股票 我們怎麼在波段操作上 也可以一個應用 好 我們來看這是聖一 公告鼓勵的隔日逆勢大盤 這是昨天 我們今天錄影禮拜五 昨天禮拜四大盤跌461點 沒錯 可是你看 大盤 聖一還是紅的 怎麼這麼過分 那就是我今年的一個定調 鼓勵確實對催化劑有作用 你看 聖一 股票的不多 對 所以你買四張 等於多送一張給你 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股本膨脹那麼快 大家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會稀釋 它的這個EPS 但是過去兩年 聖一也是發了一塊以上的鼓勵 也是沒有稀釋 那為什麼 等一下就會跟大家講 好不好 好 我們看到這個限度 其實它已經要突破 前高的這樣的一個趨勢 而且外資現在還是站在買方 我們看下面這個400張大戶 買盤也是非常積極 連買了幾週了 那以今天收盤 一樣是收紅的情況下 我相信這個禮拜 外資或者是說400張大戶 應該還是站在買方 好不好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收盤嗎 好 我們看一下XQ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收盤價 今天收盤價185以上 對 所以187 187 最高還到190 所以它真的是很逆勢大盤 已經過了這個前高了 代表我們所言不假 那我們看 它不只是鼓勵發的好 今年也是很重要 1月營收歷史最高 而且大家看我們注意到一件事 去年的營收一整年 年增率是43% 機器其實滿高對不對 可是今年1月 再年增將近40% 那它為什麼有這樣能力 我們就看下一張 其實它就是台積電的一個概念股 而且它是從無到有的那一種 因為其實台積電概念股 在台灣很多 你一直都有 其實沒有什麼好稀奇 可是剩意是 它過去的化學融劑 它其實是比較傳產為主 不過這幾年打進台積電 台積電高階製程 需要用的電子溶劑 其實它的單價跟毛利是更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剩意 它的產品出貨的頓數 過去是以工業級為主 2020年的第一季 是以工業級為主 就是傳產用的比較多 沒錯 你看到現在 其實電子級的溶劑 大幅的成長 而且已經超越了工業級的溶劑 這是為什麼 這個是誰帶動 就是台積電 我再跟大家分析一個數據 它去年前三季 電子級的溶劑 銷售量是年增18%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 它去年的營收年增多少 去年營收是年增4成以上 所以就代表什麼 我這個出貨的頓數 不只增加以外 這個還比以往的工業級更好賺 價格會更高 對 因為它的營收的成長率 高於出貨的頓數 所以我覺得在聖一這家公司 今年大家還是可以多加關注 因為台積電它持續的擴廠 你產能開出來 就一定要用到這些耗材 所以在挑選 台積電相關的概念股 我覺得耗材相關的公司 值得去注意 對 因為之前大家只記得 半導體設備 但其實這種耗材部分 也是利潤很高的 而且是比較常委性 它不會有半導體設備廠 我今年賣了很多設備 明年可能不一定賣得掉 好 我們看下一檔 下一檔我們就要順便做另外一個教學 剛剛是以這個產業面來看 那今天的這一檔叫洪家騰 好久沒聽到這檔股票 但是他很強 我們一樣先看現賭好不好 外資在最近三個月 其實也是站在買發 也是慢慢的買 對 最近四百張大戶 特別是去年年底以來 基本上很少在賣 都是買進為主 所以股價現在也在挑戰前高 前高的這個位置 其實量還滿大的 大概有七千張 好不好 這個前高的位置只要一旦突破 我覺得還有往上攻的空間 他為什麼可以有往上攻的空間 因為他鼓勵還沒有公佈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聲音 公佈鼓勵之後不是漲了一段 對 歷史大長 所以我們接下來這一檔 就是要教大家 怎麼樣去估計鼓勵 大家可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覺得會發的跟以往一樣好 會更好 你看到前年 EPS一整年3.19 可是去年前三季已經到3.8 而且我覺得大家在估計 這個第四季因為還沒公佈 他的營收沒有摔退 先跟大家報告 我們再來看毛利率 因為你如果毛利率 沒有維持在高檔 那你營收高也沒有用 那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毛利率是維持在一個 相對不錯的位置 所以我們保守估計好了 他就跟前年的第四季差不多 前年0.87 我們算0.9好不好 這樣就是4.7元 他過去的盈餘發放率 大概是6成左右 去年是6成 所以你一成之下 再對照這個股價 殖利率大概有5.5% 也是相當不錯 可能會發3塊錢左右 也是有機會 好 我們來看 為什麼洪家藤 他有這麼強的一個能力 因為從產業面上來看 想到洪家藤我就想到周杰倫 最早的代言人 以前代言了 代言沒什麼 沒什麼銷量出來 可是現在銷量也 我們看到2021年 全年電動車站 整體機車市場是11.5% 未來其實也會禁售 燃油的機車 所以這個成長性還很大 洪家藤他到底在長什麼 因為他去年賣了8600多台 這麼多 電動機車 而且是擊敗光陽 光陽才賣2900多台 所以在電動車的時代 以前的光陽的獲利能力 現在可能會被洪家藤所瓜分 大概我最近也買了一台 真的啊 三輪的 我賣給我媽的 他就是不用立中柱就能立起來 所以他在產品的設計上 也有所突破 好 那我們看最後一檔 好 最後一檔今年就是要跟大家聊車 像我們剛剛錄影之前 也跟大K跟我們永年老師 在聊車 車子真的都是買不到 這樣一個狀況 要買車就看地球黃金線 就對了 好不好 一定要看 全球缺車的情況下 其實現在新車真的是起貨可虛 我有一個朋友去看 Benz的C-Class 他說等車要等10個月 而且還不一定等得到 至少10個月 所以現在真的是一個 起貨可虛的情形 舊車的折舊又減少 像我最近也有一個朋友 他去看保時捷 已經開了一年多了 跟新車的價格又差不多 你的朋友都好有錢 就故意再去好不好 是 沒有 我們就回來中股車這個議題 我就幫大家找 這個是航將 全台最大中股車的近拍 他以前一個月近拍沒有幾場 可是我最近幫他觀察 光二月就有六場了 這代表這個需求很旺 航將其實他就是 國內最大中股車放在龍頭 育龍 他所轉投資的 我們再來看育龍 他的2020年的第三季 他整個中股車 這樣他販款大概74 可是到去年第三季已經到80 是不是呼應 我們剛剛觀察的這個現象 中股車的販款越來越多 而且這個YOY是高達16%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育龍 好 我們看最後一張 下一張 我們看一下育龍 他1月的EPS大K 就1.33元 單月 對 年真是44% 育龍因為大K也認識我很久 我們從以前 你怎麼又一直講這一檔 這是你的最愛之一 對 他已經到200塊 過去我們從100開始講 到150 到200 還有沒有機會往上攻 我覺得大家還是看這個EPS 1月年真44% 他是一檔連續21年 配發鼓勵不斷的公司 是不是跟剛剛的中華電影遠傳 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且去年的EPS將近13塊 如果以同類群來說 他算是本一比最低的 但是他的EPS年真率卻是最高了 所以大家可以運用剛剛的教學 去估算 你覺得他今年可以發放多少 好 非常謝謝這個孝順的阿格力 好不好 帶來這一段的教學 那下一個階段 要跟大家來討論什麼 現在市場消息很多 因為跟戰爭有關 現在到底是消息面重要 還是基本面重要 還是技術面重要 我們請這個有您副總 來替大家做解答 大K今天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訂閱已經突破十萬人囉 那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 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話的一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財經小白 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